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子 这一百年间 我一直不敢和华神公联系 你可曾怨过我 伍玲儿 别忘了 你的生死还掌握在我的手里 一旦我催动你体内的赤燕之毒 就是神也救不了你 作为高高在上的神 你是不会懂的 或许在你的眼里 任何人都比不上自己的性命 有一句话 叫做失为知己者死 但是 我可以让你获得无穷的生命 你还是不懂 生命诚然是可贵的 但人世间 却有很多更珍贵的东西 值得守护 灵儿 灵儿 你真的准备这么做 嗯 公子陨落到我们这个世界 本就自身难保 却依旧选择救下我们这些落难的人 我们如今 反倒成了他的软肋 奈何公子 有通天的本事 也难保我们的安全 若是敌人以此相惜 你觉得公子他会怎么做 只怕以公子的性格 就是牺牲自己 也会护我们周全 所以我决定 前往浩天宗 既然公子对浩天宗如此忌惮 那浩天宗里面 必定有一些公子 想要知道的事情 可是 灵儿 不如由我去吧 澹澹姐姐 还是我去吧 姐姐 你只要告诉公子 灵儿决定离开了就好 可是灵儿 灵儿自小便孤身一人 在奴隶营也是受尽了苦的 看惯了人间的仇物 唯有公子他如同阳光一般温柔 公子他直到我用生命去守护 请问你摆我一等 我定要你十倍奉还 灵儿 灵儿 你身上中了赤眼之毒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这样能帮到公子 既然你决定要死 那我就成全你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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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若有来生 灵儿愿意再侍奉公子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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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呢 灵儿在给公子做一个荷包 以后公子一看到他 便会想起灵儿了 公子 灵儿让我转告你 他 已经走了 也是 任谁也无法接受这种 终日里东躲西藏的日子 曾经的我 因为一时的犹豫 导致身格破碎 坠落到了这蛮荒之地 火焰神王 我将用你的尸体 去祭奠那些市区的英灵